嗨,Eason,嗨,弗兰克,你们好呀 我们今天来玩水球,学颜色,好吗? 太好了,那我们开始吧 弗兰克,Eason,从池子里选一个水球来扔吧 弗兰克,小心别撞到池子上 Eason,你要选哪个颜色呢? 红色 Yahoo! Yahoo! Eason,别拘心 这次是蓝色的 是不是很好玩? 该你啦,弗兰克 弗兰克,来选个颜色吧 黄色 扔得真不错 弗兰克,再选一个吧 绿色的 弗兰克,你击中目标了 太有趣啦 Eason,又轮到你啦 紫色 Yahoo! 真棒 Eason,再来一个吧 橙色 Yahoo! Franc,你全身都湿烫了 弗兰克,你全身都湿烫了 弗兰克,你全身都湿烫了 用水球学颜色真是有趣啊 Yahoo! 我们来总结一下好吗? Yahoo! 红色 红色 蓝色 黄色 绿色 紫色 橙色 今天真的太好玩啦 Yahoo! Yahoo!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和迷你卡车学习 嗨,Eason,你好呀 Eason,你想去马戏团吗? 太好了 有只猴子走掉了 你愿意帮忙把它找回来吗? Yahoo! 太棒了 那我们出发吧 也许猴子躲在这棵树上呢 这不是猴子 是小鸟 它可能在帐篷里 哦,太可惜了 它不在这儿 我们继续找找看 也许这是猴子的尾巴 原来这是狮子的尾巴 河马 熊 猴子会在哪里呢? Eason,不要轻易放弃呀 我们一定会找到它的 它在这儿 撞回顶上 Eason,真棒呀 你找到猴子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嗨,小Eason Eason 你们在干什么呢? 哦,原来你们在练习跳台滑雪呀 真不错呀 这样吧 你们从坡上每跳一米 我们就画一条线来光景一下 好吗? 这样我们就能学习数字了 那么,我们从哪个数字开始呢? 妈咪,妈咪,妈咪,妈咪 小Eason,没错 我们从一开始 Eason,你知道一怎么写吗? 太厉害了 我们继续给下条线揪标记吧 小Eason 一之后是几呢? 妈咪,妈咪 没错 十二 小Eason 你能写一下二吗? 简直完美 你们谁知道下一个数字是几呢? 是三 一 二 三 Eason 没错 十三 我们最后再来数两个数字吧 小Eason 很好 下一个十四 比较多 我aptic中了 一 是五 你不知道最后一个数字是什么吗? 是五哟 你知道五怎么写吗 小伙伴们 你们太棒了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所有数字都数到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太棒了 赶紧跳下去吧 玩得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咯 和翻倒车Eason学习 嗨 Eason 小Eason 你们好呀 你们在做什么呀 今天要玩跳板吗 那我们开始吧 你们想去找找跳板在哪吗 好的 Eason 那是什么呀 是绿色的跳板 我们在跳板上跳些花样吧 从Eason开始吧 很好 Eason 第一个动作很成功 现在小Eason上场吧 小Eason 真不错 再找找有没有其他跳板吧 那是什么呀 是一个橙色的跳板 Eason 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风格吧 太棒了 太棒了Eason 小Eason 该你啦 你一定能行的 小Eason 太酷了 我们再找找其他颜色的跳板 我们再找找其他颜色的跳板吧 这是什么呀 是一个蓝色的跳板 Eason 开始追击吧 Eason 开始追击吧 太棒了Eason 该你啦 小Eason 你想试试吗 试试试没什么好害怕的 小Eason 真棒 你的前空翻做得特别好 哇 这是橙色的跳板 Eason 开始吧 Eason 你太酷了 真棒 小Eason 该你啦 你一定要试一试哦 真的很有意思 太棒了 小Eason 你太让我们惊讶了 你们今天的跳板动作都十分成功 同时也学会了好多种颜色呢 今天真是太有意思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